大家好朋友们啊 这个是燕子 也是女子网球运动员啊 应该算是这个 这个女孩最近出事跟张高丽的女孩叫什么来着彭帅 算是他的 算是他的这个这个队友啊 燕子 1984年11月12号出生应该是数数的啊 今年有个 这个37岁 他比燕子小 他比燕子大两岁啊 比比这个彭帅大两岁 彭帅86年的今年刚35啊 那成都人 你看他跟谁结婚了 2009年 09年时候他才多大25 与这个香港信义集团的富商之子 李胜根结婚 从14年开始 他就代表香港来打这羽毛球的香港运动员了 就不代表中国大陆了 他是08年北京奥运女双铜牌 当时是代表中国的啊 燕子 2006年还是温布尔敦 温布尔敦这个女双的冠军 2006年澳网女双冠军啊 他跟信义集团富商之子李胜根结婚了 我们现在再查一下刚才再说那个张高丽啊 张高丽 你看张高丽的亲家 张高丽的亲家就是这个谁 他的养女好像是他堂哥的女儿张小燕就嫁给了也是信义的这个 你看 东安机关 然后生了 给张高丽生了一个孙女 一个孙子俩孙女啊 好吧 我们再看看啊 是吧 那个叫李胜波 这个叫什么呢 刚才我说的啊 这个叫李胜根 是吧 亲兄弟应该是 所以你看 都是网球运动员啊 然后都 跟这个张高丽 啊 跟这个张高丽的亲家 都跟这个信义集团的富商 这个李氏家族有联系 也许 这个 彭帅 就是 这个燕子 介绍给张高丽的 是吧 他们之间你看有联系吧 这联系 这个有很多这个运动员 得了冠军 出了名 哎 马上就这些高官 哎 就 往一块凑 是吧 这个名流 他们也就进入名流了 他们也就成为这个体制的一部分 你看那个郭晶晶 不就嫁给了霍启刚吗 是吧 然后还有一个女的更早的叫什么 福明霞吧 是嫁给谁了 还有一个女孩 河北保定的吧 保定的可能就是郭晶晶 还有一个女孩 嫁给了香港的原来 财政司司长梁锦松吧 我查一下啊 嫁给梁锦松的好像也是一个运动员 是游泳的吧 我看查一下 梁 梁锦松就是福明霞 是吧 这上面还说 因为你说这个彭帅他说我没花过钱 没花过张高丽给我的钱 他用没用其他资源给你 送你礼物 或者在你的比如说住房啊 包括什么 生活便利啊 方方面面 给你提供便利 对吧 如果同样是偷情 同样是婚外情 你会找一个普通老百姓吗 对吧 你不找 你为什么找他 他比你大40岁 对吧 那都是比你爹都大 你凭什么找他 对不对 所以这事 真理不变不明 一说大家就清楚